很像耶 它比較苦 然後可以把裡面的甜味降掉 是要沾很多嗎 很厚嗎 沾厚厚一層 沾厚厚一層的可可粉 也是防潮可可粉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防潮可可粉在提醒觀眾一次 跟一般可可粉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可以那個 它不會稀濕 不會稀濕 就是冰了以後 它還是一樣不會 那我們今天也有準備這個是 杏仁 杏仁 所以也可以沾杏仁 也可以沾杏仁 就是像這樣子放在上面 需要去壓它 讓它黏得很定型嗎 要 所以如果你是沾杏仁粉的話 就要稍微壓一下 對 那也有巧克力米 也可以沾巧克力米 巧克力米 或者是糖粉都可以 就是一個人喜好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如果 觀眾朋友有去逛百貨公司 就是最近很流行 那個巧克力專櫃 剛剛有提到G開頭的那個 它們就很多很多種口味 對 就是有的沾杏仁 堅果 或者是放一兩個 譬如說像蔓越莓果乾什麼的 對 都可以真的依自己喜好 所以那這樣子沾了以後 我們一樣是要吃才沾嗎 還是要說 沒有 這個就可以放冰箱裡面 就是沾好全部都放冰箱 對 所以沾好放冰箱都無所謂 它不會有潮濕的問題 對 這樣做起來真的很像松露 我們再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然後你放在這個稍微有一些 像是 放巧克力的小紙襯裡面 就真的很像我們在外面 買到的巧克力對不對 對 而且這種手工巧克力 外面買還不便宜 還滿貴的 因為都是秤重的 然後可能100公克就要兩三百塊 對… 所以如果這樣自己做的話 像碰到情人節 或者是一些 譬如說男女朋友就是週年什麼的 都是很好的禮物 而且也不會花太多的錢 對 男生也可以做給女朋友吃吃看 我們現在有盒子 可以放在盒子裡面會更漂亮 對 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完成了 就是我們今天的 手工松露巧克力 然後你可以放在我們準備的 這個盒子裡面 就真的很適合送 送給 當成禮物來送給一些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 我們今天在材料方面 主要是用這個苦甜巧克力對不對 整個巧克力的種類 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它有黑巧克力 然後苦甜巧克力 然後還有純白巧克力 還有牛奶巧克力四種 分四種 所以如果是黑巧克力的話 是不是就完全就沒有甜味 沒有糖 對 無糖的 可是它可可質的含量比較高 巧克力的組成就是 可可脂 砂糖 奶粉 對 那這四種的分別就是 它的種類就是 它的比例上有差 比例上不一樣 所以苦甜巧克力應該就是介於 黑巧克力跟 牛奶 牛奶巧克力之間 對 那我可以說 譬如說我喜歡偏苦的口味 可是我又不想它完全的很苦 那我可以一半苦甜巧克力 一半黑巧克力 可以…可以自己… 所以在比例上可以自己去調配 對 那白巧克力有用這樣子的做法 可以用白巧克力嗎 也可以 可是顏色上可能會沒那麼好看 對 所以如果是白巧克力的話 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巧克力的 種類的做法 對 那像今天我們做的這個 松露巧克力 可不可以在裡面包一些餡 可以 我們可以用杏仁果 對 或者是夏威夷果都可以 杏仁果 夏威夷果 同樣是堅果類的 如果想要有一點酒味 也可以在餡裡面 拌一些蘭姆酒或是白蘭蒂 都可以 蘭姆酒跟白蘭蒂 就是直接拌在 拌在餡裡面 餡裡面 所以餡的話是就是杏仁的話 譬如說是杏仁的話 那要怎麼做 就把它包進去 包進去 對 把它包進去 那酒是拌在 這個之前直接巧克力的步驟裡面 對 就可以做出一些變化的口味 原來是這樣 最後還是要先來回顧一下 今天整個巧克力的做法 請佳穎幫我們介紹一下 首先要把鮮奶油先加熱 加熱到沸騰之後 沖入巧克力跟奶油中間 再隔水把第二項融化 融化之後再隔冰水冷卻到濃稠狀 然後可以放入幾花袋 幾層水滴狀 然後再放入冰箱裡面 對 然後搓圓 搓圓 然後沾可可粉 可可粉 或者是杏仁粒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依自己的喜好 那做完以後 我們就要先來試吃一下 好 那我來試吃這個可可粉這一個好了 好 所以我們這樣做好 其實它軟軟的 需不需要再把它冰硬一點 冰硬一點比較好吃 所以它再冰 繼續冰的話 還會繼續變更硬 好 那我來吃一下這個可可粉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甜度 可是因為沾了可可粉 會先有 感覺有兩層的口味 就是稍微有點苦 然後巧克力的濃郁的 順滑度又有 算是比較 比較軟的一個巧克力對不對 對 那其實我們還今天有介紹 我們可以配這個黑咖啡 就是曼特寧咖啡 其實你吃這個有點甜度的東西 然後配一點黑咖啡 讓口味上面的這個層次 能可以更多一點對不對 對 那除了這個可可粉 杏仁粒 我們還有一些什麼變化可以做 它可以沾糖粉 糖粉 沾糖粉 然後 糖粉是要用哪一種 也是防潮糖粉 就是一般的白色的糖粉 白色的糖粉 就變白色的 對 然後還有其他的嗎 比如說那像水果 巧克力米 水果不要 它比較濕 不要用水果 所以水果就不建議 如果還是比較建議 比較乾燥的東西對不對 對 乾燥的東西對不對 就可以搭配 我們今天的手工松露巧克力 那我們今天的手工松露巧克力 其實你也可以買一個 市面上這樣很容易買到的盒子對不對 對 然後做好以後 就這樣子看起來就非常適合 當成一個小禮物來送大家 而且又不會花費太多的金錢 對 男生也要動手做做看 尤其是在情人節的時候 巧克力都漲… 如果可以自己做一份 又有新意又漂亮又好吃的 手工巧克力給女朋友 相信這女朋友一定會愛你更多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的松露手工 松露巧克力成功 成功 對 下一次我們要做什麼 還有什麼 布丁 焦糖布丁 下一次我們要來做焦糖布丁 對 哇塞 感覺也是非常的好吃 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 用點心做點心 記得每一集都要收看 今天用點心做點心成功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